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是张文亮 欢迎来参加我们的room sharing 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 就是廉价的性 兴奋背后的危机 廉价的性的兴奋背后的危机 我所用的圣经节是立危机的第十五章 立危机的第十五章 有非常长的篇幅在讲一个病 对不起我讲错了一个症 我们知道病症病症 病跟症是两回事 病跟症是两回事 病是我们知道它的开始 很可能是个续菌 很可能是个病毒 很可能是个利过性病毒 这是病 你知道那个原因 症是一个症候 知道症不代表知道那个原因 它合在一起 病症病症 其实这两个是不同的意思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圣经里面的在立危机的第十五章 它从第一节一直讲 讲到第十五节 从第一节讲到第十五节 讲这么长的 它讲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立危机的第十五章 我今天没有时间整个把它念完 我念前面几节 我主要是在分享第二节 我就要分享第二节跟第三节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 你们要小异以色列人说 人如果患漏症 他因这漏症就不洁净了 他患漏症 无论是下流的或是止住的都是不洁净 我要分享这两节 我可能会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分享漏症 立危机的后面还讲很多 讲很多漏症 漏症讲完以后到第十六节 讲梦仪 什么叫梦仪 就是男人在睡觉的时候 他睡梦中可能梦了什么春梦 然后就排精子 圣经讲这么仔细 可见这个东西跟人体的健康是很有关系的 甚至跟人体的公共卫生是很有关系的 然后再过去的话 他第十九节讲行经 那我知道 好像我很少听到这个主日的讲道里面 或者讲牧师在讲 什么叫做梦仪 什么叫做肉症 什么叫做行经 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特别是面对到21世纪 这种 我们有很多引诱了 那我今天讲肉症 我们肉症是个古代的一个证明 那英文的话叫做 running issue 我特别要讲这个字 running issue running就是跑嘛 OK issue是个事件 但其实他不是有这个 这个running issue 是个古代的一种 病症的这种名称 那我们现在是把病跟症分开 早期可能也是 但是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肉症这两个名词 我们现在已经在科学上 已经是没有人在用这个名词了 OK 但是没有用这种名词 名词不代表说 这个症候已经消失了 OK 也不代表说 有这个问题 现在已经有药物可以控制了 No 都不是 都不是 OK 都不是 上帝用很长的拼幅 立位纪的第15章 在讲这个肉症 那一定有它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我先从定义开始讲 什么叫做肉症 什么叫做running issue running issue的话就是 上帝不许悦 人用浪会的方式 然后把体内的东西移出体外 叫做running 我讲一遍 什么叫做running running是一种浪会 原文就是浪会的意思 把你从体内移出体外 OK 那这里 这一段不是只有讲男人 也可能有女人 OK 所以running就是一个浪会 上帝造人 人会在某种情况之下 用浪会的方式来获得 变成一个习惯性的行为 叫做肉症 running 浪会 什么叫issue issue是有影响的意思 issue不是指一个事件而已 issue这个事件对你的 以后会有影响 哇 这很麻烦 OK 这个影响包括使人憔悴 这个影响包括使人迷烂 这个影响包括使人体力消耗 甚至会使人下沉 严重的话还会影响到你下一代的繁殖 如果这个 这个肉症呢 流出去的是血液 那很可能这个是一个灵病 或者是一个很难治的痔疮 OK 但是呢 灵病的确是人的选择 人在性行为上 其实很多很毒的病 很难治的病 跟人的性行为都有关系 OK 我们想这个很有意思 如果是跟自己的配偶 发生性关系 基本上是干净的 但是如果人在 男人 如果在 或者女人 如果在这个性的事情上 发生偏差 所引发出来的疾病 是所有疾病里面最难治的 甚至现在很多病的 还完全没有果效 没有药 病人是高度的传染 OK 那我现在讲回来 如果你 你用主动的方式来 产生血液的外露 让自己获得快乐 是快乐的一个结果 他可能是没毒 他可能是灵病 OK 如果人用主动的方式 从体内移出去 那个就是 移出去 如果是精子 那就是习惯性的手淫 那我今天要讲这个了 习惯性的手淫 那你主动的方式 你怎么知道 是精子产生手淫 因为他后面讲孟宜 立位记者第15章的 第1节 到第15节 都是在讲漏症 然后第16节 接着就讲孟宜 孟宜是跟精子的出去 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如果从前文后文 我来看 漏症 应该大部分 我猜很可能 漏出去的东西是精子 是男人的精子 并且是一个习惯性 习惯性的手淫 而获得一种快乐 所以漏症是一种续遇 续遇 是你自己要的 续遇 而孟宜不是个 是个不经意的行为 所以的话 上帝在讲漏症的捷径 哇讲了好几节 一直到16节 但是上帝在讲到 孟宜的捷径 只有从16节到第18节 只有两节 只有16节到18节 只有三节 所以上帝在讲这个 有关于如何让漏症 要获得捷径 哇讲了很多 包括你所躺的 你所坐的 你所站的 你所碰到的 全部都不捷径 神说床是应该是 人人都应该尊重的 床是应该人人 是上帝在看的 那你做这东西有什么 那不是个人的行为 个人的快乐吗 神不是这样讲 神说后面你注意看到第三节 他说他患了漏症 无论是下流的 或者是止住的 都是不接近的 所以他不是影响到个人 他应到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止住 止住是 你把它变成是一个秘密 你把它变成是一个风口 你不得说出来 的一个风口 成为是一种 明明是一个 你已经有了行为 那一个是你自己就 成为下流 这事情讲下流 你讲六七 因为就是说 我不让你知道 我不让你知道 我从来一个风口 靠着我的钱柄 靠着我的力量 靠着我的金钱 我把它封口 哇神说这个事 这是很不接近的 所以不要以为 他只是个人的行为 这个封口的过程中 可能影响到整个团体 也不一定 它可以影响到整个国家 也不一定 我常常觉得很奇怪 中国历史这几千年来 所有国王的 所有皇帝的死 都死在很干净的病 不是会病 不是干病 我说你这么 很多皇帝的死 都死在这种性病的里面 我觉得很奇怪 包括近代也是一样 伟大的领袖 都是死在一些 看起来就是 哇 什么 中风 都死在一些 肝病 哇 心脏病 所以 事实上 是死在 性经纬的疾病里面 我这段 读历史的时候 我在读到 这些 这些国王的 皇帝的死 我觉得不是很单纯 因为他死了时间 还让他死了 那个症候 我一个学科学的人 认为 他那个 等等 我们早上来讲一讲 圣经里面的各样的 各样的 因为心业也是 有很多的 被鬼附的 或者是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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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摊子 或者是 他的女儿是 哑巴 或者有什么意思 给他活里面 其实我们用 现代的医学来 对照一下 我相信以前 就业心业时代的病 我们现在都还在 只是用了 名词不一样而已 OK 用上帝的这个记载 来了解一下 不只在医学上的意义 也在我们心里面的 罪的这个意义 那我来讲一下 这个严重很严重 因为是后面很严重 因为会封口 会把它拿来封口 所以的话 上帝说 这个漏症是 蓄意的行为 哇 你的洁境很不容易 因为从第一节 讲到第15节 那梦语的话 是你不经意的 上帝来教导我们 你无论是梦语 或者是漏症 都是不洁境的 都是不洁境的 但是漏症的影响 是非常严重 所以才用很多的圣经节 在讲 所躺的 所生的 所做的 所摸的 全部不洁境 全部不洁境 所以怎么办 你要离开那里 去洗衣服 跟用水洗澡 你如果读过 我们的第五节 第五节他告诉我们说 你如果不洁境的时候 你要赶快起来洗衣服 你要赶快起来洗澡 同时 我们再讲回来 一个人穿着干净的衣服 裤子来睡觉 这是很必要的 再讲回来 一个人睡觉以前 好好洗个澡 是很必要的 所以的话 那个信誉在发动的时候 好好洗个冷水澡 是很有功 很有帮助 或起来换一套 干净的衣服 哇 我这讲得很清楚 讲得很清楚 所以的话 你要离开那里 因为你 你站起来洗衣服 你势必要离开那里 离开你所做的 离开你所躺的 OK 然后你要去洗澡 那你势必 离开你的那个环境 OK 那 上帝不要人 蓄意的把体内 有用的排除体外 获得快感 获得满足 因为那个是不洁净的 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 每个东西 都是洁净的 都是有目的的 当然我知道 有关于 手淫 世界上有世界的说法 你太多了嘛 满折意嘛 但是上帝要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是洁净的 什么时候是不洁净的 这个写在立位记 立位记的第十四章的 第五十七节 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一段 就是因为有立位记的 第十四章的 第五十七节 上帝说 上帝的仆人应该指明 何时为洁净 何时为不洁净的 这是个条例 我相信 包括我成为一个老师 我真的要告诉我的学生 包括我甚至可能告诉 我是个基督徒 我是个教授 我是个教授 我当然要告诉我的学生 什么是洁净的 什么是不洁净的 我自己现在落在难处的里面 我当然也要注意 什么是洁净的 什么是不洁净的 世界讲 世界有世界的说法 但我回来讲 上帝是怎么说的 上帝说 手淫是不洁净的 手淫是不洁净的 因为你要用水洗 你要用水洗 我记得那个水 不只是在告诉我 在不洁净的时候 那个外表的不洁净 你用水洗 记得告诉我心里面 但是我心里面 我回到主的面前来 所以我常常问 上帝 为什么要管到这么细 你管宇宙就可以了 你把太阳系管好就可以了 他就管到这么细 我们晚上在干什么 你都要管 上帝真的讨厌 你知道吗 上帝很讨厌 你知道吗 他干嘛要管到这么细 他管到我们夜间的行为 他管到我们夜间 在床上的行为 他连这个都要管 他管到我们夜间 所做的是什么 他连这个都要管 上帝会不会管太多了 我觉得上帝告诉我们 这是跟洁净有关系 跟我们的洁净是有关系的 上帝告诉我们 洁净不洁净会影响两个东西 一个叫做下流 下流 The wrong with his issue 哇 下流 什么叫做下流 下流就是 环事照着我的意志 达到我的目的 他就声说 这个会有长眼的影响 我相信我们今天有很多很多的 什么毒品的问题 有很多很多的 什么这个或那个的话 其实是一个习惯性的行为 那为什么是个习惯性的行为 因为就是下流 我要就有了 我要就有了 我真的鼓励孩子要喜欢夜赌 因为夜赌 一个人从夜赌里面 要得到那个夜赌的喜乐 现在有一段时间的 他不是说 他不是像一开罐可口可乐 一开罐我一喝就有了 我就想鼓励孩子们需要 需要阅读 我鼓励孩子们需要去听音乐 因为音乐 因为美好的音乐 实际上是一个长时间 慢慢的让你有 那个音乐的享受 你看那个音乐的鉴赏 哇 那个是一段时间出来的 我相信我们来参加聚会 我们还要上帝的面前 都不是说 一下子让我很嗨 主力让我很嗨 上帝让我很嗨 哇 我觉得那个 追求很嗨的那种聚会 是高度的可怕 那个叫下流 上帝用这两个字 下流 立位记第十五章第三节 好清楚 他说下流 还有一个是更可怕的 叫做止住 主书的话 stop it front his issue 就他有一个问题了 然后你要给他stop it stop 什么叫stop 就是你认为他是个秘密吗 你认为这个就是个秘密吗 你在案间在窗上所做的行为 你说认为这是个秘密 因为是个秘密 所以就必要封口 封口 封口 不要让事情可以传出去 上帝提醒警戒我们 这是个不洁净的 这是个污秽里面 承认出来更污秽的阴暗面 因为你的封口 我们在光明的地方的侍奉 通常是在众人之前的表现 我们的工作有成效 我们认为是上帝的祝福 上帝可不这么看 上帝说他所检查的是 我们夜间在床上的行为 我们怎么去处理自己的性患罪 到底性患罪是不是要用封口的方式 不要让外面外养 成为一个外养的秘密 上帝说整个事情 你把性患罪当成封口不得外扬 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污秽 这是个不洁净 这个李维基讲得很清楚 人以为这样做就可以止住 人以为只要封口就永远是个秘密 哇 神经病说隐藏的事情没有人不知道的 你墙里所做的那个鸟都给 都给你说出去 我也很在业界的时候 人家都把女人送到我的门口 钱多的女人 年轻的女孩子 还披上一个透明的白纱 还是免贿的 还跟我讲说教授这件事情 不会有人知道 拜托你不会有人知道 就是大家都知道 这是上帝的教导 不会有人知道就是上帝 但是大家都会知道 神经病说这是误会 你封口就是误会 你止住就是误会 你流出来是个下流 你止住就是个误会 哇 太多人生的光明面 其实背后都是有阴影的 太多所标榜的祝福 其实背后 背后都是有问题的 太多所标榜的成功 背后都不看这个 甚至看你晚上之后 你晚上船上的行为 很多的不堪入目 实际上是没办法 在上帝面前 你没办法用着你国表的成功 为了你的权势名利的成功 侍奉的成功的果效 来稀释那些不堪入目的情况 神经病说不可 我看这个 我觉得我们的成功跟失败 应该是上帝眼目来看才算 对不对 应该不是我的眼目 或是众人的眼目 我有一阵子 很多人在问我说张教授 你到底写了几本书 我都不敢看 我都不敢说 你知道吗 因为神是告诉我们说 你不可以数算你的冰丁 大会还去数算那个 还成了很大的弊病 你不可以数算 对啊 你不可以数算说你的网路上 到底有多少人在看你的视频 你去看的话 你会落入一种陷阱的里面 OK 你会落入一种陷阱 我有时候我知道 我当然需要知道 多让人来看 因为我可以让我知道说 大概哪些方向 是我可以帮助别人的 但是我不能够明练那个数字 OK 包括我们在教会的 步道会到底有多少人 节制 教会大概有多大 大概多少分堂 其实那个都是 那个不一定是上帝所看的 上帝所看的就是 你夜间在床上 是不是有不堪入目的行为 然后你去把它封住 因为我们成为一个 可以干干净净见主面的人 不要成为一个 事工做的大了一塌糊涂 全世界的影响 什么 对不起啊 我不讲里面的一些细节 我不讲一些世界流行的运动 对不起 上帝的眼目没有看那个 上帝对于侍奉他的人的 根基立会记的第15章 他在看你有没有手印 看你有没有梦 而且漏证 所漏的不是只有个人而已 而且漏掉的事 不只是个人的圣洁不圣洁 所漏掉的事之一 所属的教会 所属的团体 所属的公司 整体的亏损 整个事 全部都亏损 什么是圣洁 我一直在想什么是圣洁 什么是上帝所做我的服事 应该不是世界的眼目 而是上帝的眼目 上帝在立位基第15章 他告诉我这个 上帝看夜间 我这样分享的时候 我姊妹已经安息了 我应该是一个蛮正常的男人 我真的很谢谢我的姊妹 过去对我的配合 特别她在停经之后 对我的配合 我真的很谢谢她 然后现在姊妹走了 那我要怎么办 我今天所分享的这个神经节 是我 一个晚上 我自己的挣扎 自己的挣扎 我今天所讲的 就是我自己的挣扎 我没有讲说别人比我差 我没有讲说别人比我 我不谈哪个东西 我一个晚上 我要睡觉以前 我自己在读这个 我自己 拿你控制我的心意 然后我去洗个澡 洗个能睡澡没有用 我换一个干净的内衣裤 也没有用 然后我就说 你教我怎么办 我读到立位基第15章 第15章 好不好 我做个祷告 然后就结束了 主耶稣 我只有一个祈求 让我干干净净的见里面 我真的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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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15章里面讲 地位基第15章 讲这个肉症 讲这个孟姨 后面还有讲 何等的不洁净 可是我们现在服侍主 一个不洁净的人 怎么可以去 随便去摸 圣殿里面的服侍 一个不洁净的人 怎么可以随便去 那个夜跪的杆档 夜跪的杆子 可以随便摸 上帝今天没有把我击杀 已经是上帝的恩典 今天我们今天巴不得 很多年轻人起来服侍 很多人起来服侍 其实最好不要起来 所以一起来就击杀了 圣殿我们今天还能够在 任何地方服侍主 其实早就该被击杀 应该死过多少次的 还没有死 还在这个地方讲 真的是太难 露证不只是露掉 一个精子或者是 那个是露掉一个圣洁 是露掉一个 甚至把它成为是个秘密 成为一个是封口 让别人不得知道 而将来事情更严重的时候 那是好大的羞辱 羞辱神的教会 羞辱神的国度 今天很多年轻人 只要一谈到教会的牧师 他们就是不够真实 其实很多年轻人讲到教会 说那是虚谎的一群 虚谎的一个团体 其实很多年轻人 讲到说 很多分享的信息 他说那都是骗人的 外表光明 背后都是脏东西 这不是仇敌的意识 这是真实的 这是真实的 包括我今天也是在教会里面 一个分享的人 其实我自己深深的知道 上帝的眼目是在哪里 真的活得不够真实 我必须承认 我的天有这个问题 我的天是 真的在很困难的晚上 我在那边挣扎 我到底要去洗衣服 我到底要去跑步 我到底要怎么办 我到底要怎么办 我就读到 第一位记的第十五章 第二节跟第三节 我真的说我需要你的怜悯 我需要你的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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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的保险 再一次的接近我的罪 一起一个人 越接近光明 就应该看到自己的夜色黑暗 求主 真的保守 我还巴不得你用击杀的方式 今天还能够在这里 真是 还没有被击杀 哇 是上帝何等的恩典 他是在能够自己的意志 自己的情感 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 主啊 你知道我们的心 你知道我们心里的意念 你知道我们心里的意念 我要仰望主 我这样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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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